主料,猪肝200克,西芹100克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原料图,猪肝,青色,红椒,酱蒜,猪肝切成薄片,用少许盐,料酒,生抽,干淀粉,抓匀,腌制片刻,西芹切斜片,红椒切斜片,把西芹和红椒入开水锅捉水制断生, 锅中热油,变香香蒜,下入猪肝,炒至变色,加入细菌和红椒,并调入少许盐,翻炒至熟透即可,烹饪技巧,所以买回的鲜肝最好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10分钟 二,猪肝最好现切现做,新鲜的猪肝切开后放置时间过长的话,胆质会流出,不仅损失了营养,而且炒熟后会有许多颗粒凝结在猪肝上,影响外观和质量 三,整个过程大火快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